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怕你報警 這是新鳴 馬拉雞對你那麼好 你不可以這樣背叛他 那些阿黃經常到處咬人 你們不可以有狗性、沒人性才行 救我,你怎麼這麼英俊 還給你 是 你不要是否都熟了 一年三千多隻狗,你能夠救多少 你們少抓一點,我們就少熟一點 先打算 之前,手術費一平 住了14天 我當你五夠水一天,成為七千 你知道找我瘦醫出診嗎 是天價嗎 你瘦得貴 你們千萬別讓出去 讓人知道我在外面幫你們醫救 要不然又被道德有賊 又說地方沒有消毒 燈光不夠,你明白吧 我呢,想領養這隻 我這隻是純天形狗糧 是沒有人工防腐劑 還用新鮮的純毒做的 馬上咬到全家嗎 要養就不要打 要打也不要那麼大力 大力也不要氣養 氣養也不要人家毀滅 人道毀滅 也不要那麼不人道 我們都有賭 無合 我們是不會不明不達 給你的狗 大力 Lancaster 你好 又快到了這星期六 為什麼今天只有我一個在這 其實不是只有我一個 剛才仁哥和采黎就跟我一齊 在俄羅國公司那裡下來 然後因為塞車 他現在車子還在塞馬路 我就跑上來跟他開檔先 因為節目應該準時的 但現在這陣子的交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塞到這樣的 但又不是交通失事又不是撞車 剛才我坐進來 還可以看到片頭 那片頭正在播放無盒 那我就回想我一個星期之前 我就去泰國 坐飛機回來的時候 就坐亞洲航空 我就在亞洲航空的飛機上面 我是坐到 我利根旅行團坐機尾 那廁所就在機中間的 就不是機尾的 那我就叫他走到那個 就是走這個通道 走到那個廁所 我看到自己的樣子在電視機上出來 我又什麼事呢 再看看 原來看了《無盒》 我才知道 原來亞洲航空 都是有《無盒》這套片播的 那我看了很多人 都有些人 是選了《無盒》這套電視劇看 那我就期待一樣東西 《無盒》快點拍下集 那要等人哥和他們再決定聽下什麼時候拍了 那因為一套好的戲呢 是會被人回味的 那我自己再看那套戲呢 就見到自己有份在那 雖然我是幾分鐘的東西 那但是我也覺得在回味著 那時候拍的時候 又去籌備 到拍攝 那很多爭拗 還有很多不等小的走出來 那我就覺得一件事就是 原來 目前的辛苦 可能是日後我們回憶起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好的那個 那個叫回憶 那所以就 我們現在 出來做事也好 做任何 不等小也好 不等小也好 今天的決定 不要日後悔 是沒有後悔的 今天你決定了 是對的 不過無論你做錯也好 做錯也好 將來你在日後看回頭 你就會另外一番感受 那我現在呢 我就最喜歡呢 就是吃東西的 我又喜歡去旅行 那我就 現在呢 我昨晚呢 我就去了一道地方 在屯門的 一個叫做 一封集團大廈 那裡是 在大英村對面的 在屯門 那些公安大廈 本來爛爛舊舊殘殘的 根本上 那些香港的廠 就已經搬到大陸了 那 那 那些大廈 工廠大廈 就用來做什麼呢 沒有人在那裏 做工廠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要不就做貨倉 要不就 將它劏了 蛋間房 租給那些 那些 住不起樓的人去住 又或者去做 其他的商業用途 那些東西 就已經是跟以前的公安大廈 那個 理念已經不同了 好了 那我再說回 昨天去到那個大廈裡面 上到頂樓 我見到 一個會所 卡拉OK會所 哇 豪裝到不得了 如果他出去 尖沙咀 那裡 就是那個格局 沒有人會說他不是那麽厲害的東西 哇 到了 當然了 跟你先開檔 到人不要遲到 真的 大家知道 現在 先說我的壞聲 因為特小弟不是很舒服 所以今天也找了高sir 來幫忙 如果不是 我怕我拆不下去 剛才我很興 為什麼興什麼 話說 我就 有人 你知道我的 雖然我低調 也有粉絲 話說有個粉絲 他突然在別人的Facebook 那裡 就見到有一對迷人的雙眼 是嗎 就好像我的 是嗎 那我就奇怪了 人哥你得罪了人嗎 我一向都得罪人 近期就少一些 因為專心發展我另外一些事業 那什麼事呢 不如你讓我看看 其實我等一下想著第二部分 就給大家看看 什麼來的 話說 就 他發了一段東西給我 那 他就說 說了一大堆無厘頭的東西 又說我 在他樓下 騷擾他 又等他 但我是不認識這個女人的 即我知他 即我知他是誰 但我不認識他 是嗎 然後他說 這個奇妮怪 其中一個懵豬眼 懵豬眼有很多個 但我那一對特別迷人 他真的在我的Facebook 那張帥仔照片裡 截到眼睛出來 我生氣 我生氣 你為何不整個樣子擺出來 你只是擺一對眼睛出來 沒有人只是我 你又要怕負上法律的責任 那當然 我就覺得這些沒得告的 因為為什麼呢 要告一個人誹謗 需要幾十萬 幾百萬 都未必可以告一天 所以我也是不會這樣做 我只會想盡方法 怎樣搞你那個 但是我看完之後 我很奇怪 我沒有生氣 為什麼 因為 首先第一件事 因為如果我真的做了一件事 我遇到別人尋仇 那我應該是想起 哇 到你砍完那一套 我又想怎樣砍你那一套 但是我沒有生氣 為什麼會突然間有這樣的事 而我是不知道什麼事 那我見到 又見到我自己都迷人的眼睛 那我奇怪 那跟著呢 我就想起這個人 他跟我基本上就沒有什麼關係 我也都不認識他 但是呢 他也都是我曾經一些 拜神上 法科上一些認識過的人 但是都沒有交流 我只是知道他 都是法科那些人而已 但是我自己都沒有自稱我 我自己是 我也是一個路人夾月餅 那些五百姓而已 我說奇怪 為什麼會搞我呢 但是他like不多 十一個like 兩個留言 而其中一個是自己留的 就是說其實這個人 就沒有了解 那個圈染能力也很低 那我看完之後我就得淡笑 因為你真的圈染力不高 有多少個人認得呢 哦 買藥 至多 買藥 真是 嗯 too bad 吃藥 還要炸餅 你也很樂本 炸餅之前還要即場吃藥 很貴的 當然貴 你是不是在萬字頭買那些 因為藥房買便便宜些 因為他們有水貨 你這樣我才來的頭 現在肉酸了很多 他?不是的 我覺得挺美女 挺美女嗎 是啊 我覺得挺美女 不過不要緊 總之我們可能很久沒見 是啊 我看他漂亮了很多 因為那時候我看他 黑蒙蒙 黑鼓勒 你個人有善心了很多 不是 他在貨倉底裡救一隻狗 嘩 手又損腳又損 我以為你看到他整個貨倉底 那樣 現在白了 白了很多 最近他搬那些什麼 鐵籃 鐵通 對 讓我刪除了一段片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是 開始喪失了那個 推廣技巧 是嗎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呢 推廣 每個人都以為 啊我就敢把東西放出來 跟著呢 就說我不斷拿Like 或者拿共鳴 或者拿comment 那樣 其實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說我一教大家 什麼叫推廣 不懂那些 例如剛才呢 放我一張照片出來 很想出名 但是出賓 極都出不了 要用錢去堆砌那些人 是啊 那我們是不用的 馬上說 坐下來去做這件事 當然是出於 他自己真的想做啦 那善心啦 那 你無端端自己去拍出來 就不會的 這些 沒有可能拍到的 首先你要拿開鐵籃 鐵通 再放一些扣下去 再放下鐵通 去插住它 那些不是這樣鐵通 那些是紮鐵 那些很長的 那些是光斤 那些是光斤 那些 再 剛剛買完送回來 就要插腳下去 那些肌膚是要貼著那些生鏽鐵 去把那些狗狗拔出來 你做給我看 那這段片擺明是真的 而且這個題材非常之好 OK 那對於我來講 那怎樣放出來才是一個技巧 對不對 那他的義工朋友其實都很好的 知道這些東西有渴染力 希望多些人會留意動物保護這件事 問題是 出風頭就不用擔心 一向都出了 出了幾十年風頭 你現在才說 那好吧 就是告訴多人 多關注這些東西 那很不容易 拍完這段片 那他又沒有問過我 情況之下放出來 我不是生氣他放出來 我是覺得 為什麼 你是不是太久沒有做這些東西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我現在我是低調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工業 如果搞定了之後 你想不見不到我也很難 天天開Facebook 預允了 看到我的廣告飛來飛去 現在不要緊 我們就趁一趁 都吵了幾年 趁一趁一趁一會 有什麼所謂 是啊 那好啦 那跟著呢 其實呢 我一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其實你們大家見到 采黎建義勇為的那些片 很多時候都是我放出來 然後踢他的名字 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 這個就是推廣的技巧 我們吃花生 我怎麼知道你這麼多 不是的 你都我適用的 因為推廣的技巧就是 就是說 別人放你的東西出來 說你很正義 好過你自己說自己很正義 就是簡單 OK 好啦 當有些混亂說 吵咬你 吵你乖乖乖出風頭 什麼什麼 我說不好意思 是我放的 跟著我還要吵你老母 你吃屎 你別想看 我擺明你抽稅的 我拍完他 我不拿出來抽稅 幹嘛 我還可以吵你 又不影響到他 是不是 一句記得 為什麼你有時候被人吵咬你 就是因為 沒有第三者放你的東西出來 你應該下次給你的片 我放出來 那他說我就吵咬他 所以現在我吃飯 我都沒有 跟著你就說 我都沒有放 都不是我放 關我什麼事 又是 陳大仁那個混亂放 跟著我就說 是呀我是放 吵你老母 關你什麼事 這個就是推廣的技巧 其實 好啦 我等一下 這一段其實很無聊 但都講過給大家知道 這個叫做 這一段就叫做 小小的推廣技巧 OK 還有呢 聽到我剛才上來 爐溝氣那件事 那 我們下一節 就完整些 講個 topic 好啊 什麼 topic呢 這個 topic 就是叫做 是非 是非 如何處理 是非 搞咎你 而如何應對 如何保持自己的心境開朗 如何還擊 屌兩群老母 照在對方 OK 這一節 這個主題 就是下一節的主題 留長一點 那我們這一節先結束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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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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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